周冬宇超哈来台拍片! 买思纯指名张笑全标戏。 周冬宇非常想来台拍戏! 剧照,20101803.14。 让周冬宇、马思纯勇夺金马奖双影后的姊妹陶崔泪神片七月与安生,终于将在台湾上映,这对目前幕后的好闺蜜,金,十四,天夜接受台湾媒体访问,重温拍摄景况并带聊彼此的深厚情谊。 周冬宇表示马思纯是自己唯一的闺蜜,就像是子子和保姆一样的存在,马思纯还曾跟大喇喇的她说,奶药是在这么没脑子,我就养住奶吧。 甚至有次周冬宇腰痛,买思纯都还会特别叮嘱她,要怎么贴膏药才好得快,让周冬宇暖到心坎里。 马思纯也坦诚,自己跟周冬宇的个性就是互补,和对方在一起才能擦出奇妙的火花。 关于这点记者也能认证,倘若单访马思纯他话不多,但要是搭配周冬宇一起访,那真会齐取到话匣子停不下来。 而今天,3月14日,又正好是马思纯30岁生日,周冬宇透露自己已经悄悄录下神秘影片,准备寄给马思纯给他一个惊喜了。 周冬宇,又,马思纯主演的《七月》与《安生》即将在台上映。 图价上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四。 周冬宇也表示台湾是他的福利,超级想来台拍片,只可惜还没遇到适合的剧本和角色。 而马思纯最想合作的演员,则指名张啸泉,觉得他是一个有演技又非常有魅力的人。 道士周冬宇已经在刘若英首次执导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单纲女主角》, 他表示刘若英是他遇过最有才华、最有文化的人。 更大赞刘若英在拍片现场从来不发火,和演员们讲戏还会感性到比他们先落泪。 周冬宇更透露去年来金马奖颁奖时,远在大陆拍戏的刘若英仍不忘照顾他,特地请台湾同事帮他备好台湾各地的美食点心招待他,让他感动又高兴表示, 我把那些点心全吃完了,所以我现在很胖。